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表明 香港不會實行三權分立 而行政長官的地位在中央之下 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上地位超越 行政長官梁振英說 要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不能停留在概念層面 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 在紀念《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研討會 張曉明發表自此會引起爭議的言論 特殊法律地位 處於特別行政區 全力運行的核心位置 在中央政府之下 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 起作年級的疏留作用 他重申 本港從來都不是三權分立 香港不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回歸前不是 回歸後也不是 三權分立 這種通常 只是建立在主權國家 完整權力形態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頂多只具有參考和借鑑的價值 張曉明曾經在政改被否決之後 表明不再公開談論政改議題 他承認今次的說法會引起爭議 不過想以實際的行動表明 宣傳《基本法》不必迴避爭議 而出席同一個研討會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則說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不能夠停留在概念的層面 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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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戲